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Carmen,你好,大家好 是的,袁醫生 最近我有一個朋友的小朋友 他只有睡嶺 但是發現大便已經持續半年有血 另外,其實他從小到大都是吃人奶 他媽媽開始有莫名其妙 帶他去看醫生 醫生建議他雖然只有睡幾 但是也要做一些切除蝕蚵的手術 我朋友對自然療法沒有什麼認識 你有什麼意見可以在這裡給他嗎? 一個睡半的小朋友 他表面的症狀就是大便大血 是,持續半年 持續半年 持續半年 他一直是用人奶胃 睡半年已經不僅靠人奶 是的,但是他這半年 侵添了少許肉類食品給他 即是說他最近才開始侵了少許肉類 半年 他有其他食物 通常我們的建議 媽媽因為奶完全胃 用半年的時間 六個月 六個月開始生物仔出牙 出牙的時候 你便開始加一些固體食物 慢慢一樣一樣加 不要一次加加太多 他曾經懷疑過自己 是否因為他有些很注重生活的清潔 他便會用人手批蘋果給他吃 他都怕自己的手髒 他批完蘋果切完件之後 就試過找鍋去蒸一蒸 蒸蘋果 對,先給小朋友吃 他上網搜尋到熟的蘋果會引起便秘 他便開始懷疑會不會因為這個問題 令到小朋友 那這個小朋友有沒有便秘? 即他本身有沒有便秘? 你所知道 他又沒有提及 但他懷疑 因為這樣令他大便不暢通 那就產生了蜥肉這個問題 我們要考慮多方面 第一,他是不是因為便秘? 因為有些小朋友便秘 便秘得辛苦便秘得乾裂 乾裂當然會有出血 那些鮮血多數是鮮色的 你看到是甚麼顏色的血 這是一個可能性 如果他有便秘 然後處理手法 問題是起因起血 還有一個原因是 他內內出血 腸發炎出血 為什麼小朋友便秘? 小朋友便很少會有蜥肉 因為蜥肉在醫學上 通常年紀大的人 出現大腸蜥肉 就認為是一種癌症的前身 所以一般的做法 即西醫的做法 在幫病人檢查之前 就一定叫他寫一張寫紙 如果萬一我發現蜥肉 你找不找去 我即時幫你切掉它 因為在他們的觀點 蜥肉是代表癌症 所以他認為 正確的手法 應該看到便切 看到便切 很少的寶寶會有 很少的寶寶會出現 好了 還有一種因素 如果三文仔 有不陳常的大便出血 可能會有自身免疫 包括嚴重的 癌症 如果成年人癌症 其中的癌症 就是經常肚射 經常出血 體重消失 吸收不到 也會致命 西醫通常用鋁骨唇 去按它便算 但很多時候都按不到 我們公司也有些工具 是專門處理 這些癌症 是一種很簡單的 液菌 是一種泥土裡面的 液菌 有本書都講 這些問題 如何處理 這是比較嚴重的 腸的敏感 是一種自身免疫的問題 好了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要處理 還有一個可能性 會不會 那個三文仔 是對媽媽的食物敏感 如果媽媽吃的東西 我當她是 我當她是 不是 你說她睡半 這個問題出現了幾個月 是吧 半年 半年左右 一年之後才出現 一年之後出現的時候 她媽媽在她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剛剛轉食物 還在餵人奶 她還在餵人奶 但是她會不會 剛剛那時候 加一些新的食物 肉類 比較明顯 憑她的記憶 就是添加了肉類 正是記得 是的 如果你說平日很小的 你當她平日一歲 很小的 但她一開始添加固體食物 或者其他食物出現的症狀 有很大的機會 就是食物敏感 你要考慮這個可能性 這個會我們的治療 如果病人在我們的診所 我就會問這些治療 問清楚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一個小孩 不應該有這個症狀 正常的情況 是不應該有 好了 如果是食物敏感 你去開刀 割了蜥肉 你估計問題 會不會因此解決了 除非她不再吃那些東西 很明顯 如果不是就會再生 治標不治本 始終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 很可惜 很多人都在醫療方面 很嚇窄 從西醫來說很嚇窄 她看到蜥肉 蜥肉跟癌症有關 她沒有想過為什麼會有 如果這個起因不消除 她會再生 你的刀 不可以防止病因 因為沒有刀割它生 你割了病因的結果 病因沒有去處理 很肯定 你去割了之後 第一要冒麻醉的風險 你的腦袋成長時間 你要全身麻醉 你一定全身麻醉 不會局部麻醉 第一 麻醉藥本身是很危險的 但對於這麼年幼的兒童麻醉藥 是不是更加差 更加差 一般來說 我有一個數據 每三千人接受全身麻醉 有一個人 是腦部永久性受損 永久性受損 很多人婦都會說得出 因為懷孕30歲 是接受全身麻醉 然後她腦 好像覺得遲滲了 肌肉變差 這是不同程度的損傷 我所說的數據 每三千人 有一個腦部永久性受損 因為全身麻醉 這話說成言 寶寶仔來說 是更加的腦部成長 更加脆弱 所以你要沒有這個風險 第一 你要沒有她的開刀本身的風險 麻醉藥的風險 還有這個問題 她的蜥肉是一個病的結果 不是病因 你這樣割了之後 很大機會 再生 她的問題是不會解決了 因為我見有些人的痔瘡 兩三年就要過一次 兩三年就有復壞 始終她也是那把刀 不是自己的病因 那些都是自個病的結果 就是很簡單 簡單的例子 有人聽來很荒謬的例子 就是如果你的頭痛 你頭痛 你切了頭 頭痛是沒有了 命也沒有了 因為我記得很厲害 為什麼我講這個例子 不是 我講手指的例子 有一次在很多年前 N年前 十九年前 星期二檔案 有一個突出的 一個小時的突出訪問了我 那時候我剛才回來香港 那我就講一個例子 就是你手指有事 你手指經常有問題 可能潰爛 那你切了手指 那你可否跟別人說 我的病是我的手指已好了 是 那為什麼 那 那 有一次我就在一個飯局裡面 那坐在我旁邊 就是一個以前的前立法局的一個 醫院 那 那 華叔還有一個 誰 養他 我們說的事情 都不說名 是一個大律師 大家都說 大家都知道 那他吃飯的時候 在我旁邊 他說 我記得你的電視 那個片集 你說的 切手指的比例 比例 比喻 比喻 所以我很記得 其實很多人都是 就是 如果我這樣分析給你聽 你會很容易理解得到 這是一個 八刀是不可以將病人的病因 我亦都遇過很多病人 因為那個 治療也好 痔瘡也好 或者肛裂也好 他開刀 可能是小小痴瘡 一開刀之後 就越搞越多 因為那把刀 真的 大部分的病 那把刀 是最後最後苦無良策 薄一薄去開的 一般來說 其實很多病 是不需要用手術去開的 我有個 這是真正的經驗 我以前有個 都好幾年前 有個病人來 他就是有小腸器 那他的小腸器 就不是那些 不是那個 陰溝附近的 是那個 肚臍的小腸器 一般的小腸器 小腸器 就會有一個 波子 小小過 像波子 小小波子 嚴重點 像一個 乒乓波 但那個 小腸器 整個肚子都打開了 整個肚子打開了 即他不是一個 波子 是整個腹腔不符合的 當時醫生的建議就是 等他大一點的時候 就用手術幫他亂回 你表面聽就好像很合理 嘩 你的小腸器這麼大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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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手術去亂回 這個不是一個小小的孔子 一個很大的孔子 因為孩子出生不久 那時候不敢做 等他大一點 結果這個小朋友 我用同類療法去醫療 那處理之下 一路一路化 一路化 一路化 完全都好了 完全不需要開刀 這些例子我很多 那些小小小的 根本大部分時間 你用正當的醫療方法 在我的經驗 在這些情況 我通常用同類療法 整體去醫療 大部分小小小小的 我記得沒有失敗例子 沒有失敗例子 當然我又不是說 很多白妝 即是我預先的那些 我都用同類療法 是未有失敗例子的 全開小長的醫療 好了 那這些個案 即是 是不是很可能需要做食物測試 那些 如果我們會看 因為生蚊仔的食物測試 就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因為生蚊仔的食物測試 通常要看抗原抗體 那個叫肝蠻蠻蠻 Antibody Antigen 因為生蚊仔的免疫能力 未完整 變成做測試器 就不是很準確的 那些經驗試過 他會對很多食物 可能幾十種食物 都說他敏感 變成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所以我們就很難用這個方法 去跟進 但有時候沒有什麼 通常百分之八十的病因 是由病歷看到的 很重要的 即是問診是很重要的 即是有時候我們 在美國 有一間醫學院 好像哈佛醫學院 他教學生去問診 找什麼人教 找一個同學療法醫生去教 因為同學療法的問診 是最詳盡的 很詳盡 即是我想全世界 沒有什麼醫療 像同學療法 是個問診問得那麼詳盡 你指的是西醫學院 是西醫學院 哈佛 都要找同學療法醫生 因為我最近 在美國探訪我的醫生朋友 其中說了 哈佛請了一個同學療法醫生 當然了 波士頓大學 前身是同學療法醫院 米茲根大學 Ohio State 和三藩市醫學院 和哈尼曼 這五間目前 仍然存在的西醫醫學院 前身是同類療法醫學院 所以哈佛波士頓 原來其實波士頓 是很接近的 所以不奇怪 他會找同學療法醫生 可能那個醫生也是一個西醫 因為早年的同學療法 是西醫的 不過只不過他放棄了西醫 轉體的 OK 那麼 大部分的我們的資料 是要靠那個紋層的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病人來 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 有些人問 嘩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從來沒有人這麼仔細 來到了 去 去 了解他的病情 因為很多醫療不需要 例如西醫 根本不需要 你說多多東西 對他來說是多餘的治療 他快點趕你離開 他趕你離開 他也不想聽 因為對他來說 這些資料對他沒有用 但在同學療法來說 那個陳述的病因病歷 病歷 是大部分的問題 那個原因 在那裡可以找得到的 那麼 就算是一般的西醫來講 其實呢 百分之八十的病因 是由病歷去看到的 那麼化驗呢 我想十分之一的時間需要 嗯 那已經真的要照什麼照什麼 是很少 一百分之一需要去照一些 即是 深層一些的跟進化驗的方法 那麼在我的陳述上 我很少 我X方式 甚至幾十年 我會照過 不需要的 因為大部分人來 都是被人照過的 對不對 這些資料都有了 好了 那麼我就會由這方面 去了解多些 OK 那麼如果我們找到的 我當它是 因為食物敏感 OK 那麼 它吃開的那些東西 譬如沈麥仔很喜歡吃的 尤其是很喜歡吃的 那是很大機會的 那麼我就會叫它 先停止那些食物 會轉一些 敏感低一點的 就是憑經驗來講 是低敏感的食物 用這些方法來取助它 那麼看它流血那方面 有沒有改善 OK 那麼 因為它是有一個問題 敏感也好 自身免疫問題也好 而出現的是發炎流血 而最終呢 其中一個症狀 就是蜥肉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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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過程裡面的 其中一個 一個 美期的一個站 來的 OK 所以你這樣覺得蜥肉 是根本跟那個病情 整個病情的發展 為什麼出現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嗯 那麼很容易 我肯定 你覺得之後 肯定會再 會再次出現 這個問題 好了 如果我們找到 可能和食物有關 當然 在這個情況 戒 小朋友要戒 父母也要戒 不要再吃這些食物 看看它有沒有改善 如果是沒有改善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會醫療症狀 或者醫療症狀 或者醫療症狀 始終生物質的成長 會有時候 我們會用一些療劑 幫助療症狀 整體的配合 不需要醫療症狀 不需要醫療症狀 大便出血 這個表症 很多時候 你整體的療劑 你給它 它這個表面的症狀 都會改善 很簡單 在她的情況下 你便去治療一下 醫療症狀 給她少許時間 給她兩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她有足夠時間 可以試到藥 簡單來說 因為始終 跟她的禮拜前 有一千多隻藥 但有些媽媽擔心 有多兩三個月 擔誤了病情 因為醫療症狀 要順快割 永遠都是這樣 要嚇你 要兩個禮拜內 是啊 我 所以你過了之後 肯定 然後問題 手尾更長 但一般人不會明白 當然醫生不敢嚇你 你也不會這麼乖乖就范 有沒有醫生說 你試試其他保守的方法 想想這些 不要開刀 開刀危險 那醫生是靠開刀 穩食的醫生 怎麼會教你做這件事呢 其實很簡單 你自己消費者 自己要自己保護 為什麼這個醫生 是做什麼的呢 他是靠開刀穩食的 他當然什麼都拿刀去割 你想想 在這種情況下 那刀 那刀 骨骯不是病因 食肉 那刀是病的結果 那你拿刀割了結果 肯定那問題不會解決 嗯 其實 表面可能留一點少些 也遲些到長些時間 再判斷更多點出血的食肉 那他的症狀 是叫做 bleeding polyps 问题是因为出血的适用 我们可能找到有15个疗剂 有15个 remedy 过去治疗的 我从15个疗剂里面 我问多些资料 看看哪个是最配合的婴儿 再去筛选 筛选对的时候 我就会给它用 可能一两天 几天就完成 起码不用流血 如果它不用流血的时候 你也假设它应该改善了 你再做一段时间 你再去测试 看看法律有没有 如果法律是缩短的 或者给一些时间 它会缩短 就完成了 完全不需要用刀 在同学疗法 在250年历史 过去有很多西医的 做同学疗法 包括过去外科手术的西医 很多也写了一些书 就是说同学疗法 如何用同学疗法 是医了很多所谓的手术的毛病 就是医疗病例 例如胆石 息肉 痴瘡 腫瘡 腫瘡 一般人只以为要用药去医 我最近有一个病人 他头上删了那些龙头的疗疗 很痛 很大颗 当然 那么很多颗 你都过不到的 我用同学疗法 给他两个星期之后 80%已经停止了 可以很快 很快的效果 我最近有个案例 有个家长 带小孩来看自闭症 他自己就说 他已经咬了几个月 每年都咬了一段时间 我就问他简单的资料 我跟大家分享过 咬瘦方面 很详细 用咬瘦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过 同学疗法 要考虑什么症状 当时他说 他常常痒痒痒痒痒 很怕冻空气 说完话就会咬 这个就是Rumax Rumax CRISPR 我就纯米开给他 很简单 他说 三天就没有事 咬了一个多月 那他不是很开心 这些例子我们很多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三次打羽毛球 阿嬸也是 咬咬咬 很多人是这样的 我回答你,其实是压你的 我一定要看病人,看病人体质 通常有些功能性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吃西药,没有其他药物干扰 起码将你的病情更改了,就会比较容易 你吃西药,就不是忍不住,是比较难 有些人吃了很多年,比如那些发酿雕 吃了很多年的西药,你又不肯停 通常就比较难,但一样可以改善 可能好了一半,但未能够根治 始终药物是会干扰我们的医疗手法 所以简单来说,很多问题 你已经出现了半年,为什么不试试其他方法呢 不急了两个星期,肯定的了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有个案子 那个病人是一种叫Marvin syndrome 好像Spiderman的,手脚很长的 但做了一个症状,那些血管是全部破裂的 膨胀的,Balloon的 那个案子,那个医院有时背脚痛 反射痛,可能大动物的血管 就是血管壁开始膨胀,痛得很厉害 医生就跟他说,这件事很危险的 你随时就可能会爆,一爆就死了 这个人都成几十岁了,随时都爆死了 那他就来问我,我说,试一下用同学疗法 你开刀是很危险的,他没有听我的话 他开刀,然后就坦了 这些例子我们真的太多了 很简单的道理,永远有什么问题呢? 先用一些保守一点的方法 保守的方法不是没有效的 是可以一样效果可能更加好的 最后才用一些极端的方法 开刀是最极端的方法 开刀基本上就是说,我不懂治疗了,我割掉了 例如你的手指很难,你割掉了手指 你敢不敢告诉你,你医好了手指 根本就是治疗不了之下,你没有眼睛割掉了 但你的病不会一把刀,一把刀可以医好病是很少的 你和你的朋友分享一下 希望他了解更多 或者我们更多听我们的节目 袁医生,一般食物敏感测试 几多岁以上做的结果会稳定一些? 通常两岁以下的做都不行 比较越大越好 起码要几岁比较稳定 始终免疫能力未曾完整 其实不是一定要测试的 有时候你有病历,病的时间 你何时何时有 当时发生过什么事? 当时我开始喝奶粉 可能牛奶敏感 当时我吃鸡蛋 或者可能鸡蛋敏感 但食育会不会天生? 天生? 天生的意思就是… 他妈妈会觉得我已经很注重生活了 会不会不是生活影响他呢? 天生也可以医治的 例如我医治的蒙古症 蒙古症是可以遗传基因病的 对不对? 都说是天生的 我一样可以医治的 OK 没有什么叫做 先天后天 后天一样可以补充的 可以帮忙的 OK 我们这次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再谈谈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大家好 又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刚刚才在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的台长卓飞就进来了 问了袁医生一个问题 卓飞的朋友就在美国看医生 有位西医就宣布了他是有乳癌 而且只剩下最后九十日命 台长就想问一下袁医生的意见 刚才就问一下袁医生 在同类疗法里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到他这位朋友呢 这位朋友听闻 他就是乳癌 然后进入了骨 是 就 回到香港了 昨天就说 其实美国那边的医生这么多 是吧 都说他只剩下九十日命 是 没得假的 那怎么处理他呢 昨天问我怎么办 我说他可以来看 是 我没见过那个人 详细情况怎样 我都很难说 就是怎么医他呢 他痛得很交关 他不是在吃妈咖啡呢 这件事有很多因素要知道 而且有些案例 在我同类疗法来说 有些什么叫容易什么难医呢 就不是病情严重的 是那个病征 是否符合我们那些药 如果我们一千多只 一千三百 一千五百只药里面 如果有一种疗剂 是很适合他的人用 面对你什么病 怎样严重病也好 都是很容易得到的 但如果你的病征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征 是我们找不到疗剂 配合你 其实很简单病都医不到 所以那个关键就是 不是你的病严重 是我们有没有适合的疗剂 是配合 刚刚吻合到它 就是like QoSite 同类相知 所以很多时候 我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就是医不医到 他问我医不医到 如果我医到 或者医不到 都是没有意思的 骗他 我一定要见我病人 要了解病情 所以很多情况之下 我最后感觉怎么办呢 我跟习非说 你不如叫他来 健康地买一本书 就是 《癌症不是疾病》 这本书我跟大家介绍过了 作者是Andreas Morris 他本来是一个纽西兰的人 他自己有很多病 小时候有很多病 他经历了很多医疗方法 最后成为自治疗法的从业员 他是一个注册的西医 但他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那本书 我过去 我一直都介绍给那些癌症病人看的 但我自己都可以这么说 我都没有详细看的 但我看书名 我知道大概是 应该是有用的书给他看的 基本上 我最后就自己看回发现 那本书的资料很好 不是癌症病人需要看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 你知道 现在癌症的 很多人会有 男性里面差不多 两个有一个 女性三个有一个 2.8个女性 一个会有幻想癌症的 所以癌症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所以我通常就叫病人去看那本书 但最近我自己详细看一看 发现内容是很好的 就是应该个人都应该看的 因为任何人都会生病 如果我真真正要了解 病的真正意义 那本书是解释得很详细 原来癌症是身体 是一个恶劣的 或者污染的细胞环境 是企图生存的反应 就是说 其实你身体癌症的细胞 那种反应 其实你的身体癌症 是企图求全的反应 就是好像我以前经常这么说 病症是身体调理的手法 对不对 你吃错东西 你第一件事你会吐 对不对 希望将一些不好的东西吐出来 如果你不知道 入了腸了 吸收了进去 那你用什么方法 就是磨的方法 身体小了很多水分 将它排出来 好了 你呼吸吸收到刺激 那你会打痴 对不对 如果打痴 打不到的 流鼻水 再不行的时候 就在后浪里咳嗽 对不对 其实所有很多这些 所谓病症 你跌伤了 扭伤了 你会发现会痛 不动得会肿 那其实肿 就令到你 好像扎石膏 这样包住它 不要再扭它 你痛 让你知道出现问题 在哪个地方 你不能走 让你不要再弄伤它 如果你扭伤了 你再走的话 你会双上加伤 那你的身体受到感染 你会发烧 发烧的过程里面 你身体的白血球 就会更加互弱 发烧到103度 你的白血球 吞着细菌的能力 是最高的 那就是说 我跟大家一直都 分享那个自然医疗 我们的身体是有自己的 自然的处理疾病的能力 那原来包括癌症 都是 一般我们以前有些想法 癌症我的身体就是没有了 就是没有自己调节的能力了 那所以出现癌症 但是根据这本书的作者分析 它根本不是的 癌症都是我们的身体 在一个低氧的状态 细胞低氧的状态 或者身体过酸的状态 是产生一种企图 继续生存的一种反应 所以说 癌症根本不是一个病 就好像很多病症 出现的病症 其实本身根本不是一个病 好了 他说很多人 就因为我们的意识那方面 如果你越害怕它 你的免疫能力就会越低 如果你不要害怕它 你接受它 就是说 身体非常之多谢你 你给我的信息 叫我就要开始去注意他的身体 早点去帮助他 不要像以前那样 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 去跟着做一样 很多人是癌症 是可以克服得到的 原来百分之百索的人 是曾经有癌症而自动症化的 哦 百分之百索的人 是曾经有癌症 自动症化的 如果你理解了这些资料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癌症 并不是一般人那么可怕 其实你是有很多方法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工具 是可以帮助你去克服这个癌症的 起码来说 我和大家也说过 Professor Harding Jones 加州大学 Berkeley大学的一个 生物物理学教授 曾经 他专门是研究癌症数据的专家 他曾经在一个癌症研会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在美国一个周年大会 他就直接宣布 他说如果一个癌症的病人 选择什么都不做 他的存活率 是会存活多于 up to four times 甚至四倍以上的 你什么都不做 你捱的时间更长 也听过很多资料 那本书 我本书 就是癌症不治疾病 这边说 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没命了 算了算了 放开心怀 不做事 周游列国去玩 结果什么事都没有 康复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 要了解癌症的真相 这本书 癌症不治疾病 你可以上网去购买的 我们公司的网上都有的 要不然呢 或者去中环 去百花街上面 有个陆塞健康店 还有我们在铜锣湾 我们都有这本书的 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看 就不是一定要癌症才去看 一般人都要了解我们健康 身体的健康各方面的 所以在这个卓飞当时 我说怎么算好呢 这个朋友又不太认识自己的 又未必敢来看 或者想来看 或者有信心来看 我第一件事就是看那本书 看那本书之后 他自己再决定想怎么做 我们医癌的工具 其实很多很多 不过一般市民 知道了自己有癌症 通常都怕死先的 因为世耳通常会叫你 尽快早决定了 要接受花疗 电疗 还是吃什么药 迟些不行了 扛散了 怎么样了 你要尽快割 不死也会先吓死一半 所以市民都最好可以冷静一点 看多一些 如果怕扛散 有一个工具是食疗工具 一种Citrus Pectin P-E-C-T-I-N Citrus 那些就是铲皮 如果你发现 这是外国科研的发现资料 原来这种物质 铲皮的这种胶原体 白色那一层 对白色那一层 如果你做铲汁 就不要炸它 用搅拌机搅拌 将铲皮 黄色那一边都扛掉 因为始终那里有些硬料 还有一些苦的味道 你扛掉 但这些白色那一边就尽量保留 你整只铲 或者什么都好 你就全只去搅拌它 来到饮用 这个是Citrus Pectin 已经证实是可以防止 控制癌的蔓延 Metastasis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做得到的 是不是马上搅拌机 搅拌它先用 其实我们处理的方法 其实很多的 有些人会问我们 我们怎样医病 有什么工具 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四科医疗 我是会询问病是什么问题的 如果它的问题是需要脊骨神经科的调理 叫Adjustment 那会用脊银的方法 如果我发现有些情况之外 中药是有很明显的效果的 那我都会用的 但我说真的来说 我中药已经很少用的了 因为始终和疗法 医疗的范畴 那个效果 还有简洁很多 我叫Alet 简洁很多 几粒糖 有少许的水 一口水就可以医病 好过要煮煮药 冲药 所以我通常用信息医疗 和疗法为最高层面 接着我就用食物 因为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有机食物 完整食物 下一层就用浓缩食物 例如你喝阿麻子油 阿麻子油 你吃种子都可以 你会用阿麻子油 其实阿麻子油 是一种叫浓缩食物 是制作的 但是属于食物 再次一顿就用 维他命 抗蜜盐 这种叫做合食物 亦都不是完整的 因为原整食物 有很多其他的物质 叫做factor 或者酵素 是这么完整的 那维他命本身 就不是这么完整的 但是都比化学物质好 那再下一层呢 我就用草药了 草药有两类 一类就是食物性的草药 有一种食物 就是药物性的草药 当然有些草药是有毒性的 那就是我有等级的 最高就是同类疗化的疗剂 我尽量都会找的 但是这种食疗 浓缩食物 再加上 如果需要用维他命抗蜜盐 草药 食物草药 药物草药 化学药 这些药是最低层次的 我尽量就解释给病人听 我用的工具 那在自然医療里 经常很强调 就是毒素内聚 营养不良 这两个主要因素 那我就用洗腸 体质水疗 淋巴推动 清肝 清神 这些方法 是令身体 静化身体 身体可以康复 回复自己医治的能力 其实我们的医疗手法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 是的 袁医生 另外我们之前 探讨过不少情绪病的问题 我最近又遇到 有个朋友的同事 他都在大公司任职 有位同事 患了一种症状 叫做恐慌症 英文叫做panic attack 他的病症都挺有趣的 他的上司就吩咐了同事 说因为他患上了这种症状 希望大家分享一下工作量 和体量一下 他的同事会突然间睡觉 感觉很惊恐 不想上班 想困住自己在家 又会突然间 和人相处的时候 比如说 吻疹 暴躁 自己明明 那天有些重要的事 要回公司处理 他都会因为惊恐的原因 他会突然痒痒 迟到 虽然上司叫大家多些体冷 但不够一个星期 大家已经有很多怨言 其实这些症状 我们同类疗法 可以帮助这个人呢 因为他发现他吃了西药 不久 已经怀疑有些副作用 例如整个人变得很健忘 就是他常常忘记了一些东西 人家刚刚跟你说 然后就忘记了干二症 对做事都很大影响 是的 就是很大机会 其实很多那些健忘的症状 很多时候都是西药的副作用 我和大家以前都很集合 讲情绪问题的处理方法 情绪病的西药问题 现在你时不时听见 在外国有些报道 有些人突然之间发了瘋 拿把枪乱那么掃射人家 有些人突然就去跳楼自杀 其实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 差不多100%是在吃西药的 其实很多次这些行为 都是吃西药的影响之下 药物的影响之下 虽然这些暴力的行为 外国也有个科研文献都说 他说吃抗抑郁药的人 比起不吃抗抑郁药的人 自杀的机会增加了两倍 因为你吃抗抑郁药的西药 其实是很讽刺的 为什么要吃药呢 原因就是 他说 哎呀 免得他自杀 怎么知道他自杀 我发现吃西药的人 自杀的机会还做双倍 不过你说的这件事 这个朋友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反应出了 他也知道自己压力很大 他开始不断去找东西学 找义工做 但其实是否另一种 麻醉自己的手段 他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他不做事定下来 胡思乱想 有些人真的很不想这种感觉 希望有些事情可以 处理他 把他那个专注力分开 也可能因为很怕寂寞 有些人不喜欢一个人很怕寂寞 多些人喜欢多些人陪 可能这种原因 所以你说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会去了解背后的问题 为什么他有反应 是否因为他不敢上班 是否因为抵受不了人对他的压力 或者工作压力 或者他是很怕在一个局的环境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我们要去考虑 我才可以从中找一个对他的 和他了解 简单来说 如果一个普通性的焦虑 或者是一个恐惧的 Panic attack 我们的疗剂是No.1 Remedy 就是烏头 跟大家分享过 用烏头的疗剂 是一般性的 遇到一些很惊恐的事情 或者遇到一个意外 然后你个人就发了惊惊死 或者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用Aconite 但还有一个就是Rescue Remedy 是救急药 配谷花药 是救急药 我们的工资亦都有的 有很多人都买 还是拿在身上 Just in case OK 这是没有资料之下 如果要我配药 我觉得我会建议 还拿着这几次去试一下 但当然背后有很多其他因素 是 就是导致那些人 成为贼男贼女 所谓 不出得到街 这些我过去一直都处理过 我们的成功女都不错 肯定比现在 一般的心理辅导 食欲 一定比她好很多 但是 好像在她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人 有了疗病 就拖很久 就是 总是不想看医生 什么原因都好 可能对自然医疗 没有认识 没有信心 亦都可能因为经济的因素 我们看到 尤其是香港 有些小朋友 有些所谓有些问题的小朋友 家里教育她和照顾她是很辛苦的 我亦都试过有一次有个病人 他家里的工人 两个星期里面 好像换了两三个工人 因为工人就见到审人仔 以为审人仔是不断地惊叫 哭叫 就是很难照顾 处不到 处理不到 很多人就做了一会儿就逃避 做了一会儿就逃避 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 尽快医好 用正确的方法 医好它便可以 好过一些人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经济损失多大 如果有10分钟 如果有10分钟 然后有10分钟 然后有10分钟 都不会处理的 那你的工人 经济的费用很大 你医好它 不同程度上医好它 能够起码 每一间行为 自己可以照顾一下自己 应该是很大的收益 但很多人不太明白的 尽量帮他补责 然后去很多特殊学校 去补责 其实效果不一定会好 反而在医疗上 来改善他的人 那个灵性方面 改善他 那个效果会更加好 但是因为外面 你知道西医 很多人有购买医疗保险 看政府有补助 他们会觉得 其实看另类医疗 都挺昂贵 给他们有个感觉 我经常说 现在这个制度 人们死就死在这个制度 包括现在这种 我们叫做 Preferential Treatment 就是偏坦性的待遇 那些人就以为他省钱 其实当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 吃肉吃一小 就算纳税人帮你付钱 其实是纳税人帮你付钱 对不对 那我们纳税人的钱 如果不需要用那么多钱 我们那个 我们的税收可以减少 我们不用用高地价政策 香港为什么用高地价政策 因为香港的税机很狭窄 政府真的有这么大的开支 香港的政府开支 是香港人的总收益20% 是世界上是属于高的 那如果我们是不断 有这样的开支 医疗费用不断地增加 那政府的钱是哪里来的 是我们身上来的 我们高地价政策就不会改了 除非你用其他的税机 用卫消售税 香港人不喜欢有少少售税 所以其实这些钱不是天下来的 是你自己付的 即是你自己付出的 就算工资帮你付也好 其实工资钱是哪里来的 要是给你人工而已 又要照顾你家人的健康 那就是人工扣好部分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在外国也遇过很多这些情况 包括我自己的家人 我有个表姐在美国工作 她不敢退休 她说她多做一年左右 那公司就会继续帮她退休 如果她不到年龄退休 她就不可以了 那我也听过一个朋友 她说我不可以不做事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付不起医疗费用 其实整个是一个 即是你以为 你以为政府帮你付 其实现在香港人以为 到发展到某个地步的时候 肯定好像美国那样 你要自己去付 你公司要付 发展到美国那样 这个是真事 到时候香港人 哎呀我不能够不做事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付不起医疗费用 那会发展下去 在欧洲你也看到 为什么破产 就是这些这样的制度之下 令到那些人 是千世未来钱 以为那些是免费 政府给的钱是免费 其实政府没有一样是免费 政府要付很多的利息 给一个世界 我们叫做Bankster World Bankster 来控制我们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趋势 都是会将我们的现时的制度 是彻底是推倒的 教育制度 医疗制度 全部都是彻底推倒的 然后就重新 那个世界新秩序的那帮人 就重新帮你控制 那其实很多人在做奴隶 在彻底 关于这件事 也有些像我小时候看的一本书 《动物农庄》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 看完之后 可能有一些领会 到这样的年纪再去看 就是我而已 可能听众是年轻一点 那袁医生另外 如果幻想这些恐慌症 那有些听众 可能未接触过同类疗法 那手前面见 通常是需要多久呢 就是因为他们 譬如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支付费用 是啊 那很多人都经常都觉得 哇 你的费用这么高啊 那其实说真的来说 我们费用 同地街边的街市医生 不会比他们高 不过他用七分钟 我用一个钟头的时间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在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是 任何的慢性病 不是急性病 扭身折伤那些 我们很快就走 几分钟都可以 但是如果处理 当我面对一个人 病了十几二十年 在吃很多西药 症状很复杂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全面要理解 我们的病人是什么人 他的背景怎么样 他的病例怎么样 他的家庭环境怎么样 他的性格怎么样 他的饮食习惯怎么样 他身体体质怎么样 那这个不是真的 很短时间可以拿到的 那我们通常呢 在一个新病人呢 我通常预一个钟头 预一个钟头 那大部分时间呢 一个钟头里面 都可以拿到足够资料 就是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治疗 其实我们就是拿了资料之后 我们铺牌呢 就是跟着我们会怎么样 就是不是说下一步 我们要计算了的 我们跟着这几个月呢 我们会用哪几条路 那这些资料一定一早要 就是这个地图 搞清楚先 你要画好一个长远的地图 那我才开始行的 就不是呢 就见招拆招 这条表面的东西的 那所以虽然呢 我们那个表面的那个 那个费用 比较有些人觉得高 是吧 就收人六百元半个钟头 但是说真的来说呢 如果你外面 然后一二百元几分钟 其实你加起来一点都不贵的 哪有一二百元啊 总 不知道 我都 最少二三百的了 那我们一点都不贵 一点都不贵 比所有的医生 好了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这样 当你没有健康的时候呢 其实你袋里面 省到那些钱 是完全对你是没有帮助的 是吧 那所以如果看得明 看得开的时候呢 与其将这些钱去补习物 补习物 那不如将那些生物的健康 改良了它 它自己照顾能力改善了它 那这个就真正令你省钱 你自己都没那么痛苦 那所以就 这是价值观 和大家的理解能力 是吧 那最近我们刚刚去了 去到缅甸 上星期去到缅甸 那缅甸有什么好去呢 除了一些佛子之外 那我们也有去那些 那些很大的 很出名的佛子去参观的 那名字我两个不错了 这些名字是缅甸 忘记得了 我们两个不错了 但是个人都说 这个是很值得去的 那我去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有朋友在拿到的资料 就发现缅甸有一个 我们叫做练金术的人 一个巫师 他叫Sharman 他就在梦中 就得到一个信息 是教他 就是练那些所谓那种 那种什么呢 那种仙丹 就是Alchemist Alchemy Alchemy其实是 就是现时的化学的前身 嗯 那以前很多的 出名的科学家 包括刘敦 都是一个Alchemist 那其实Alchemy 是早期的 用实现研究科学的那些人 那都是叫Alchemy 那他这位人士 就在梦里面 就是 可能学生人报梦 也好什么都好 那就教了他 怎样去制造 这个这样的 用这种叫做 用金属制造的一种仙丹 那这个制造的过程 都是很专业的 嗯 那我听闻了他之后 我也想亲身去看看他 跟他谈一下 看看他是一个什么人 是综艺奸的 你知道了 我们很讲究的 哈哈 中间分明的 嗯 那我就看看他 因为一个挺nice的人 都成86岁的了 那他自己都很健碩 很健碩的 日常不用戴眼镜 头发本来白了 变回灰灰黑黑 那是一个挺 就是挺慈祥的人的 那他赚了很多钱 就因为这种药 那他就修养了成50个孤儿 那就是他的钱 他也没什么赚 没赚 好了 那我们今次去到之后呢 我都要买了一大批 回来 因为始终我们有很多 很严重的美琪病人 那原来呢 他的经验呢 是医很多外肢病的 他泰国有很多外肢病人 我哥有很多外肢病人 都用他的这个工具 来到医好 那我们都 就是多些工具啦 始终我们 处理的病 都不是普通病 那所以好的工具 越多越好的 所以我已经开始 用在我们的病人身上了 那到时看看 那个效果是怎样的 将来跟大家分享 虽然我都很想继续听下去 这个缅甸之旅 不过今集的时间到了 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意见 要提出 可以去我们 原网台的讨论区留言 那好啦 今集时间到了 大家再见 好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还有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起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 www.h-e-a-l-i-n-g-dot-com-dot-h-k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咱索 颎 感谢观看